你一隻竹子會長多高,有幾截,在竹筍的時候就決定了 只是竹筍它是整個壓縮成很小,所以那個殼就很密 那你看這樣拉出來的有沒有,一截一截是不是就分開了 它在那邊分開就包在前面 所以這隻竹子長高會有幾截,這裡面都已經決定好了 它後面不會再增加,它不是說,譬如說長到這裡,再長一截 再長一截越長越高,不會喔 它這裡面有幾截被包在裡面,都已經決定好了 它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,它會整個先拉高 然後,葉子現在包在這裡面 小枝才長出來,然後再長葉子 所以它是先長高,長小枝,再長葉子 這是它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那這個竹筍有拖高會有幾截,其實在竹筍的時候就已經決定了 謝謝 謝謝